很多人支持 我跟他講兩句廣東話 就明白他在想什麼 就不需要去看看他背景是什麼 不用的了 我再想講兩句法輪功的事 法輪功他們實在就是上個世紀 就是90年代就開始練氣功 練氣功多多少少就是我們中國的傳統裡面 有一定的信仰 基本上跟杜教有些關係的 實在他們完全沒有反共的 完全沒有參與政府的 但是人數實在太多 我現在才開始了解到法輪功什麼問題 他們實在在練氣功 還有他們有些信仰 以前都是我們中國那套傳統的東西 有些人數實在太多 中國人就不流行做運動的 突然之間他們一練氣功 發現我身體真的好了 實在是你這樣呼吸法 沒理由不好的嘛 就是細胞裡面要有水 要有營養 但是最重要是有氧氣嘛 那你的氣功是什麼呢 就是幫你呼吸 就是有規律的呼吸 一天不要多講一年 半個小時氣功 這個半個小時 氧氣充足 對你每一個細胞裡面的氧氣有多之後 整個人就完全不同了 不是靠吃東西 飲水不夠的 一定要有氧氣 就是細胞本身就是這樣 才會健康 細胞是你身體的器官造成的部份 當細胞健康 你器官健康 你自己有那個所謂能力 就是那個所謂免疫能力 還有治療能力 醫療自己的能力 那它就當然好 那很多人做了之後 但它自己相信 因為它健康了 等於你平時 你來香港 我們香港就興跑步 這樣那樣 你跑步就是一個身體 手手腳腳地在這裡動 順便帶動了你體內裡面的血液運行 還有那個氧氣供應 但是氣功就是坐在那裡不動的 或者站在那裡不動的 它都用呼吸來帶動你那個內部的 活動 就是體內的活動 就是爭取多點氧氣 這個實際講到 你們記得氧氣是很重要的 他們這件事做了 個個都覺得好 而且想介紹給朋友 一下子他們那個會員 比中共更多 那中共就受不了了 港澤民就受不了了 覺得他們是影響到中國的那個政權 那就開始打壓他們 一打壓 他們那時候有幫人就去中南海示威 這件事就嚇到他們了 這麼多人去中南海示威 不是說幾百萬人 就是有幾萬人去中南海示威 在北京的法輪功就嚇到他們了 一嚇到他們 就組織了一個努力 610辦公室宣傳 說他是邪教 說他這個人當然宣傳了 打壓 抓人 鎖人 然後最後 不是最後 可能是10年前 已經開始 因為開始覺得這個器官是大生意 那就用他們那些人 那些年輕的人 那些器官沒有這麼好的價值 用他們那些年輕的人 活摘他們的器官 但是我們在香港 我們在車站 火車站 都看到他們的宣傳 但是我們基本上都是受到共產黨的負面的宣傳 對法輪的負面宣傳 所以我們心目中 我覺得他是邪教 我可以這麼說 我可以負責這麼說 他現在跟佛教道教 即是香港的佛教道教 實際可以說一視同日 我不是 我第一 我不是法輪功 我是基督徒來的 但是我就相信宗教自由的 完全他們做的事是非常之正常的 根本反共被共產黨迫害了之後 他們是報復的 還有他們就明白 因為他們很多是共產黨 在中國的基層出來的人 又有軍隊 又有很普通人的教授 什麼人都有的 因為他就是練氣功 沒什麼大不了的 不用學問的 變了他那個勢力非常之大 人數非常之大 今時今日 我告訴你共產黨不知道 將來滅共 真的有組織滅共 就是法輪功 在國內是講過千萬的 還在搞事情 所以很大 共產黨不知道這件事多大 很大的 他自己搞成的 不關我的勢力 現在法輪功 我告訴你 已經變成了國際的組織 是國際最大的媒體 你們都不知道 我開始了解 因為他們基本上都支持我 他們跟我的理念一樣 我的目標一樣 你就是要滅共 所以他們支持我 我同時了解到 他們那個組織大到什麼程度 是一個全球性的媒體 YouTube也有 報紙也有 電視也有 電台也有 是驚人的 而且他們的工作人員 基本上是報效的 報薪的 他們還要自己拿錢出來 所以就非常之靜派 裡面的人非常之靜派 我不是宣傳他們 我告訴你們 將來滅共 就不是我們 我們香港都沒有這樣的能力 因為我們沒有組織 但是他這次共產黨就找你衰了 真的 他在搞法輪功的過程之中 就中落了他滅亡的種子 我們有機會再談 今天我們講到這裏 因為我上過Twitter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拜拜 拜拜